你敢相信吗 这群正在开心洗车的员工 心智只有七八岁 与其他洗车店不同 这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洗车店 他们的洗车工都是心智障碍者 也被亲切地称为喜憨儿 曹军是一家洗车店的创办者 也是一位喜憨儿的父亲 他的儿子在六个月大的时候 被诊断出发育迟缓 未来心智只能停留在七八岁阶段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他就在担忧 现在他正是壮年还能照顾儿子 但万一自己离开了人世 儿子又该怎么办 起初他想着拼命赚钱攒钱 保证儿子的未来生活 但一个心智不全的儿童 根本无法独自在社会上立足 他希望儿子可以活得有尊严 于是他想到了为儿子找一份工作 为此他考察了上百个行业 提出所有不利因素之后 他决定自己创办一个洗车行 于是在2015年 曹军联合了九位同样主见的家长 凑过了一百万元 成立了一家洗车行 只招募心智不全的喜憨儿 不过开业容易经营难 普通人看一遍就会的东西 喜憨儿们学习几十遍还是不会 有的学着学着就跑去做别的了 起车的过程老是出现差错 干两天都不高兴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结果那就他后来他知道了 他擦玻璃他喜欢 但是他不喜欢弯腰嘛 不喜欢弯腰不喜欢蹲下去 你非要让他蹲下去他就不高兴 为此曹军想尽办法 让他们反复练习增强技艺 他认为一切要顺势而为 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特长进行分配 除此之外 曹军还弄来一块大白板 高度1.85米 底盘离地25厘米 与他们常洗的车标准一样 曹军会把白板分成18个区域 类比车身的不同部位 并用粉笔灰弄脏 然后让员工来练习 巩固擦车的动作 也会在实际操作中 手把手的交 把他转一圈 看到没有 来 伸手 抓好 伸到里边 然后这样 转一圈 抬起来 对 转一圈 转手 对 这样 转转转 转 对 好 一个擦完了 再第二个 再转 神兴又是一级治理残疾的启寒儿 在心智障碍残疾上 处于重度 从前 他大小便不能自理 出门需要大人陪同 由于障碍程度重 所以在洗车行 同时擦轮胎和倒垃圾的工作 但他工作了一年后 他又再也没有弄藏裤子 现在的他 学会了自己乘车上班和回家 有时还能帮助同伴冲水 打泡沫 这里还有一位来自甘肃的喜寒儿 重新来 患有脑瘫 二级残疾 一直以来 都被父母关在家中 偶然 他在网络上 发现喜寒儿洗车行的报道 就告诉妈妈 他可以做这个工作 求着父母把他送过来 来到洗车中心之后 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的人 八点半上班 他七点钟 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很快 他不但学会了 洗车的所有流程 甚至还能做收银的工作 情绪也变得稳定 行动也更加自如 李济正 患有二级智力残疾 在特殊学校毕业后 也曾经参加过工作 但是情况很不理想 后来他来到了 喜寒儿洗车行 最初的他 连说话都不完整 但通过三年的勤奋锻炼 不但学会了洗车 还会给车抛光打蜡 洗车行 不仅为这些喜寒儿们 提供了工作岗位 他们每个月 能拿到2000多块钱的工资 最初 曹军会把工资打到卡上 可是孩子们 却并不喜欢这种方式 于是改成了发现金 每次发工资 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 他们会认真的 一张张数清楚 有时还会高兴的 互相请客 最初人们光顾这家洗车行 是出于同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喜寒儿们洗车的速度和质量 并不比普通车行差 八年时间里 他们洗了近十万辆车 洗车行的规模 从8人拓展到了15人 他们也做到了用服务留人 不少顾客都留下了超高的评价 在第一家洗汗儿洗车行成功之后 曹军有了更大的理想 他希望有一天 可以建立起一个脱养中心 当洗汗儿们没有能力在工作时 也不会流离失所 无依无靠 同样在深圳 还有这样一对特殊的闪送员父子 父亲黄少礼今年44岁 儿子黄智能16岁 他们经常穿着蓝色的工作服 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 爸爸大步向前 儿子总是紧紧跟在父亲身边 一言不发 原来黄智能是星星的孩子 他在两岁半时查出孤独症 不爱说话 不与人交流 害怕荧光灯的光亮 上初中后更是情绪不稳定 被同学排挤 初一时就被迫退学了 尽管学校的生活不美好 但黄智能最喜欢上学的路上 他喜欢地铁这个庞然大步 也喜欢坐在地铁的一个角落里 小说音乐 看到儿子的这个爱好 也为儿子以后能接触社会 自食其力 2016年 黄少礼注色成为闪送员 带着黄智能跑腿接单 也是因为黄少礼的这个决定 他发现了儿子的超强天赋 可能是因为患有孤独症的原因 黄智能拥有高于常人的 空间技巧和记忆能力 他的大脑中掌握了地铁全部的线路 他清楚地记得每个站点的位置 甚至是每个线路开通的时间 12号线6号直线是可以插USB 无线充电就是16号线 2022年12月28号 14号线是10月28号开通 6号直线12号线同一天开通的 2022年11月28号 深圳地铁他们喜欢28号开地铁开通 凭借着黄智能惊人的记忆力 负责二人跑单时根本不用看地图 整个深圳哪些地方去过 他全部都记住了 看到这个例子 他都不用看地图 他就知道是在哪里了 然后就知道这个是好当赶紧抢 黄智能不但可以记住 不同站换站的位置 还能感受到地铁速度的变化 并分析出原因 感觉慢了 比平常的区间都慢了很多 我听这个铁走心都听得出来 并没有平常开得那么快 老师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不能开那么快 这一段它是有一个大火转弯 然后又靠近省政河 从10岁到16岁6年时间 黄智能陪着爸爸跑了3000多单 这6年时间 他从原本的不爱说话 什么寡言 到现在 他已经学会了主动打电话 与对方确认收获信息 会在生日蛋糕送拿时 对顾客说一句生日快乐 路边行人问路 也会主动指路 香格里拉在哪里你知道吗 香格里拉 我平平走 心地走转 谢谢你啊 不过 他往往也会闹脾气 因为长距离的订单 适合坐地铁 但是这种往往比较难抢 当被迫要送短距离的订单时 黄智能就会变得愁眉苦脸 十分痛苦的样子 我刚才想好的 然后你又说这个说那个 然后我又按着你那个说 然后又错了 他是一个活导航 我出来都是按照 他的路线走的 他不会看地图 然后他还是个路痴 就是导航老是骗人 如果我要是查导航了 按照导航走 他就要骂我了 怎么会骂呢 有 顶多也是骂导航 不骂你 骂你干嘛 凭借着超强的空间感和记忆力 黄智能已经成为了一名 成熟的地铁外送员 之前跟在爸爸生活的小孩 现在已经可以迎着光 领着爸爸朝前走 16岁的孤独症少年正在慢慢独立 他希望可以做爸爸的光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